国庆来长沙到底怎么吃 一分钟告诉你 看看我人均300块 炫了多少个好吃的 首先第一家老巷子里的粉 满满一大份 马子给的巨多 配菜随便夹 每一根粉都超级入味 重口味爱好者必抽 第二家学校门口的糖油托托 不同于其他糖油巴巴 湿湿软软 他外焦里嫩越吃越想吃 第三家充满特色的湘西餐馆 我们点了罐罐牛肉 体验感拉满 牛肉炖的软烂入味 手吃扁蛋鸡 嫩而不柴 第四家 一定要去试试厨于长沙的老式糖水 小小一碗甜酒 超级冰爽解热 吃完甜的就想吃点辣的话 第五家 开在武艺广场地铁口的火锅排队王 一定要试试 软糯的鸡爪 大片牛肉 后切脆舌 大刀腰花 配上一份雪花冰 真的冰火两重天 好绝 像杨帆四方平 这种夜市里面的吃的 每个城市基本都大差不差 我一般会去有烟火器 也更清明的冬瓜山夜市 宝贝蒸脚 冬瓜山肉厂 老板你们天开多久了呀 今年是24年 谁还没有吃过这个炸泥鸡 我真的会生气 鲁鸡爪软软糯糯 跟果冻一样 这个时候肯定逛得有点累了 第七家 长沙人的快乐老家 调女士的手法在线 还有美食小吃无限吃 想睡就睡 想吃就吃 我说这是天堂 没人反驳吧 第八家 一条街的长沙烧烤 你没听错 别人是一家店 它是一条街 可想而知它的好吃程度 鲜桂圆烤牛肉 樱桃萝卜烤五花 这个吃法打开新世界大门 老板真的好会打 旅游回去的阶段神器 也要带一点 想念长沙美食的时候 用来拌饭拌面 真的好好吃 还有这个 一吃就停不下来 酱板鸭 每一丝鸭肉 都被卤汁烟入味了 又香又辣 越嚼越香 除了有一点点小肺味 但是比别人来 十次长沙都吃得全